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00人被捕 这局势会失控吗 这和马克龙一系列的能源改革密不可分 那么马克龙接下来的改革该怎么走 是不会影响到他的执政呢 再说2018 24小时气候限时全球直播 凤凰卫视作为华语独家合作媒体 在北京凤凰中心设置分会场 直播中国一小时 卫视卫视本年度最为重要的一轮 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已经是在波兰那端开幕了 那中国将会在会上发出怎样的声音 在今天节目现场 我们请到了重要的一位专家代表做客 当然 主持人还有美丽的郭扬子 嗨 各位好 永远由我们欢迎正好先生 欢迎好哥 欢迎好哥 现在开始进入今天的群聊模式 欢迎大家和我们有话一起讲 是的 一开始呢 不但是有话一起讲 还真的是有话 大家有字一起选 因为你看又到了年度总结了 每年的这个时间啊 我们算一算就会选出一些字来 年度字 对 年度字 它今年的特别新鲜 2018年度汉字已经新鲜出炉 是的 因为呢 这个字为什么说它新鲜 因为它是组合自创出来的 网友自创出来的 我要把这个板子啊 大家看这个字 往那边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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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手板 这个字到底怎么读 我们看一下它是哪些字的组合 大家在电视机前面或手机屏幕上面看到 你看它是一个简体字的穷 还有丑 加上丑这个字 而且呢 仔细看 这里还包括什么 还有个土 还包括一个土字 哎呀 这个 对 简单翻译一下呢 这个有网友就说 这经济上穷到吃土 颜值上长得很土 这到底怎么念呢 这个字我觉得挺陌生的 跟我没有半毛关系 你知道吗 开玩笑 到底怎么念啊 好像说是 这个字叫念 糗 其实他说 这个很糗 有点关系啊 但名字我觉得有点像 关键是 我很好奇 这个就是网友说 这个中华文化 是不是博大精神 把你所有的 你的这个窘境 你的穷境 全部宁静在那儿 但问题是 为什么今年要选这个字出来 对 为什么呢 你看 每年不都丑吗 每年不都穷吗 哎 哎 这个有网友一针见血啊 说这个字呢 可能不读穷 那读什么 读什么 干脆读 读我 我承认吗 我我 读你 OK 好 到时候我觉得你知道 这个字如果在香港的话 没法写 香港反体字 穷 这个字很麻烦的 对 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 就完全就是比 比 比 但是我有个好奇 就大家还记得去年的年度汉字 我记得好像有什么初心 对不对 还有什么享受的想 今年为什么这么惨 又醜又土 为什么 我们看看我们在想想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干脆选出了一个自创字 我觉得是有意思 有趣 就大家生活上面呢 可能今年一来呢 这个考验也多 压力也多 但是呢 选择了更 这个开心的方式 对 心态最重要 这是一种自嘲 或不会 也是一种自嘲 自黑 对不对 自黑 情商最高的境界 就是要学会自黑 没错 我们看完了这个自黑的这个年度汉字 我们再来看一看2018年的年度十大流行语 好不好 也是总结了一下 说这个咬文嚼字的杂志呢 就公布了2018年十大流行语 都包括什么 有命运共同体 有警理 我们也聊过 还有电小二 还有教科书士 官圈 官圈我知道 还有这个确认过眼神 还有退群 退群是给特朗普特定的 还有这个佛系啊 巨鹰啊 还有杠精 跟大家解释一下 比如说像警理的意思 就是说在小概率事件当中 运气特别好的这种人 就是警理了 那么这个官圈呢 就是说 赵丽颖还有冯尚峰公布恋情的时候 同时都在微博上发了一句官圈 这个词就火了 不过出人意料的是 大热的一个词 大家知道吗 叫C位出道 对不对 他就落选了 为什么呢 编辑部就表示了说 是因为有字母C 显得不够纯洁 而大猪蹄子 土味情话等等的这些词语 虽然好像使用程度很高 但是编辑部不希望 评选出的词 大家看一眼就过去了 而是希望呢 更有延续性 语言上呢 有创新性 输出正确的价值观 我觉得最后这句是关圈 这个正确价值观 它到底方向的正 这个正是什么 我发现都是在找新鲜的字 新鲜的词 但是你知道今天我看到这个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说C这个字母不够纯洁 后来呢我就在网上搜 我看到有一位网友 总结了我觉得应该还不错 应该算挺对的 他说因为C不是汉语 他觉得是字母 不是纯粹的中文 所以显得不够纯洁 因为咬文嚼子这个期刊呢 它主要是主攻 中国境内的汉语文化 所以他应该写中央未出道 中央未出道 向中坎青 以前我们小时候喊口号 他会怎么想 那这么有意思 现在还是跟我们网年 但是我们想不通 为什么电小二会上这个 经验的行为 今天一直都有对电小二这个词 早就过了 我倒觉得这些都可以给谁呢 都可以给特朗普用很多 确认过特朗普的眼神 不是对的人 特朗普是动不动就退群 特朗普也不是佛系的人 完全不会说是很平和 动不动就发怒 早晚沦为电小二 现在我们说 这个真的要确认过眼神的 而且这个眼神都不知道怎么形容的 我们要看法国那一端 你看我们这热热闹闹的 开始在做这个年终的总结 还选了汉字 大家来讨论一下心情 法国那头可以说是完全另外一种气氛 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朋友 在法国念书就业等等的 近来也很为这安全 关心法国这个黄背心的示威 演变为暴力冲突 到目前为止怎么严重的状况 已经造成了至少100人受伤 有超过400人被捕 是这个总统马克龙也为此是 推迟了对于塞尔维亚的访问 要坐镇国内争取 能够环和目前的紧张局势 法国总理菲利普召集各主要政党代表 商讨冲突局势 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主席勒庞会后表示 呼吁马克龙政府取消上调燃油税的决定 刚结束二十国集团峰会 从阿根廷返回法国的总统马克龙 召开安全问题紧急会议 而法国政府目前并没有排除 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马克龙原定于3号期 对塞尔维亚展开两天访问 塞尔维亚总统伍奇奇表示 考虑到法国国内局势 马克龙已经致电赛方 要求推迟访问 另一方面 示威活动仍在持续 数十辆救护车加入到抗议的队伍中 堵塞了协和广场至国会大楼的路 抗议工作条件的改变 并与防暴警察形成对峙局面 就连学生也加入示威行列 网上有影片显示 巴黎所中学附近烟雾弥漫 道路中央的火堆在熊熊燃烧 车站给砸毁 店铺玻璃门碎裂一地 店内也是一片狼藉 这场冲突已经演变为 法国次1968年以来最严重的骚乱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掌握到最新鲜的消息是什么呢 就是法国政府要让步可能会 就是法国总理这个菲利普将会宣布 要暂停上调这个燃油税 因为这场活动就是因为上调燃油税 引发民众不满 是的 当然我这颜色可不是黄漆 它是橙色 而且不是背心 这个别做联想 没有人说你穿黄背心 我们就说这个法国政府 我们刚刚有一个新消息 就是态度上面有一个暂停 当然这整个事件的来龙去慢 我们稍后还会立刻来 带大家做一个了解 但是我们先看这情势 因为很多人看到 法国这个浪漫之都 竟然会这么乱 立刻想到马克龙会不会很惨 马克龙现在是确实是很惨 压力很大 因为他的支持率本身就很低 只有25%的支持率 再加上这次的这个调油价 然后引发了这么大规模的一个骚乱 所以他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但是呢 舆论说他是会不会下台 对吧 都在议论纷纷说 他为此会不会辞职 对啊 但我就觉得好像也不至于吧 因为毕竟 现在已经政府开始让步了嘛 所以做出了一定的一些调整 希望尽快的平息这场暴乱 因此 马克龙他的执政地位 应该还不至于说 因为这件事情 对啊 下台 应该还不至于 对 浩哥 我有个问题 有人 有网友说 法国人是很喜欢上街游行吗 是的 是吗 人家梦从春天开始 他就说 法国人原本对于上街游行都习惯了 说在法国如果几天没有人游行 似乎都不正常 这个我真的不了解 法国人是比较喜欢这种街头抗争 因为他那种 所谓的浪漫式的那种 另外呢 法国的无政府主义是特别的严重 总会有一些人 动不动就去上街 或者是去这个到街头进行抗争 他们比较喜欢用这种方式来表达 法国人呢 他们说几实话 他们好像那种价值观 跟其他的国家虽然都是西方的那种体系了 但是他的价值观里面似乎呢 就更多的喜欢用这种直扑式的 这种直接的表白式的来表达意见 对 那这次事件啊 也要迅速来掌握一下 他的来龙去脉和原因 嗯 没错 现在你要看这个法国场设备的话 大家会觉得 这是不是一种暴力的一种冲突 为什么 你看看到有人是打打抢烧 还看到警方呢 发射翠里瓦斯和水枪完全是一种对抗的局面啊 接下来我们拨开迷雾 回到这场通突最开始的原点 看看他们为什么要走上街头 其实最初呢是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一位住在巴黎的妇女啊 她就上网请愿 要求调降燃油税 那么后来呢 才逐渐出现了示威者上街的情况 哎 就有很多示威者都穿着一件就是这个 把过司机经常穿的一件黄背心 就是荧光背心 就是像我们内地所看到的 或者说是其他一般看到这个 什么呢 就是 环卫工人那种衣服 所以说呢 就得了一种叫做黄背心运动的一个名头 大约从11月17号起 巴黎各地就出现了黄背心示威 另外呢 通过这个社交媒体迅速就传开了 到了24号的时候 爆发了另外一场示威活动 并且呢是演变成了警邻之间的冲突 再到了12月1号 和平抗议终于就演变成了巴黎街头这场暴力骚乱 那么刚开始也谈到了 最开始这个运动的诉求是什么呢 是反对总统马克龙调涨燃油税 那后来呢 逐渐随着这个冲突升级 诉求也升级了 延伸到了要求提高退休金 提高最低工资 甚至呢还要求马克龙下台 以及人民议会取代国会 那黄背心运动的这个参与者 最初也是那些受不了钢物价的普通人 但是法国政府呢 近日说这个运动啊 已经是掺杂了很多极右和极左的暴力团体深入 他们是那些破坏秩序的职业惯犯 谢谢王峰 是的 我们在观察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失控 我们就会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什么刺激的失控 为什么会失控 还有除了法国官方政坛上面的声音 我们注意到部分法国媒体也在那边提出一个疑问 有没有其他的势力深入加强了这么样的一个乱 应该说各种势力各种诉求都有 但还是以反对这个燃油税的加价 同时呢就是要求调升这个最低工资 很多的一些诉求 应该说呢这是一场就是长期以来对政府执政能力或者对整个的生活经济不满情绪的一个大爆发 它总有一个燃点 这个燃点就是因为加征燃油税 但实际上呢长期以来从2017年马克龙上台之后 可能法国的这种经济的不仅 7亿失业率的高起 10%的失业率就很高了 年轻人的那更高 所以呢长期以来可能对马克龙执政的能力的表现 整个经济的没有什么改善 福祉还下降 可能有所不满 然后呢这个正好要碰上了 这个加这个燃油税 一下子就并发出来了 所以呢它有各种各方面的一些原因 但是必须要说的就是你无论是什么样的诉求 街头抗争也好 游行也好 你不可以用这种暴力式的 妨碍其他市民的安全或者打砸响式的这种 这种形态来诉求 你政治诉求都可以 所以马克龙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他说的很对 我支持 我坚定的支持你们表达诉求 但是我也坚定的反对你们采取暴力的手段 而之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你不管怎么样 应该在合法 合心合理合法的 这样一种 秩序下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不然他们也会失掉他们对于 这个意见的这个抗议的一个正当性 对 关键是这场运营 这场我们看到的这个示威活动啊 还在一些知名的景点啊 都有上演 包括这个最美的大道 香学历史大街 对啊 还有凯旋门 他们都站上去了 看到很多的雕塑都被他们破坏的面目全非了 涂鸦 回来之后我们是不是得看一看 这个就是到底这场示威活动啊 对于当地旅游造成的一些影响 全媒体大开讲 全方位时听盛宴 等你来开启 拿起手机 扫码关注官方微博微信 上课付端 获取台前幕后一手资讯 打开微信摇摇 进入电视识别功能 对着电视摇摇手机 探索互动新玩法 亮出你的独家观点 我们有话一起讲 欢迎回来 刚才呢 风哥提到了说这次的黄背心抗疫运动呢 已经蔓延到了邻国的国家 比如说比利时 荷兰 还有意大利 所以在当地的游客可千万要当心 那么现在的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们先来一起看一看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法国 当地时间12月1号的清晨8点钟 就有民众呢是聚集在凯旋门投掷爆裂物以及烟雾弹 而香气列车大道上更是这个烟雾弥漫 甚至啊有人闯入凯旋门博物馆 是砸烂了位于入口处 象征法国共和国的马利安雕像 而凯旋门的外部呢也是遭到了涂鸦破坏 随处都可以看到马克龙下台的这个口号 那么迫使凯旋门也是暂停开放了一天 那么此外临近圣诞节了 虽然呢巴黎警方已经提前劝说各大商家 在示威期间是闭门歇业 但是在不少的主要道路上呀 仍然是有商铺被砸抢被焚烧 而且呢不少来自国外的游客也是被迫改变形成 再来看就在前一天 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市中心呢 也出现了数百名身着黄背心的示威者 他们呀是在火堆和烟火之间穿行 而且是冲向新欧盟总部大厦 也是迫使欧盟委员会暂时关闭 另外呢欧盟委员会总部附近的两辆警车 也是被严重的焚烧 而比利时警方在当天是一共逮捕了约60名的暴力袭击者 而在12月的2号 在荷兰多个城市也有黄背心的集会示威 在海牙数十名的示威者是聚集在国会大厦 还有博物馆前 那么这个周末呀包括阿姆斯特丹等等多个大城市 都将有大型的示威活动 那么紧邻法国的意大利 也有数千人是走上街头抗议新政府出台的安全法令 而抗议者认为政府在最新的这个安全政策上不作为 不过好在游行并没有演变成这个暴力事件 但是呢还是要在此提醒各位 有计划前往这些国家的游客呢 需要注意避开这些危险地区 以保自己的自身安全了 我们到过当地知道它那个交通啊 就光靠火车铁路啊 它就可以接驳临近很多的国家 我们刚刚说你说旁边的意大利 还有比利时荷兰德国 所以这件事情一发呢 我们看到我们在法国跑新闻的这个朋友 他们就说他们怕去传染 就怕有一个传染性 而且我们现在看 浩哥您看他这个连锁影响到底会有多大 从目前来看好像也不是说 一发不可收拾 因为毕竟如果说能够在法国控制住这样的一场暴乱的这种游行的话 那么其他的国家的话 我相信也不会太有什么 对关键是就是法国怎么样尽快的采取措施 然后呢尽快的来结束这场暴乱 那么这个呢恐怕 你结束的越早越快越有效的话 那么传递的正面的信息可能又越强 现在法国政府已经妥协了嘛 那么妥协以后可能就是一种 一种一种一种缓解这样的一种信号 可是我们也在看他治安上能不能立威信 因为有些他真的已经是做的是违法的行为了 完全违法了 对打打墙的 完全违法了 对啊 烧烧烧汽车等等 而且今天我看到很多网友 比如说先是网友随心吧 他就在说 他说燃油税的增加呢 只是法国黄背心抗议的导火索而已 刚才浩哥又有提到 对 他觉得真正的原因应该是法国经济的萎靡 而且还有很多网友就在提醒 就是在这个法国包括邻近的国家 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千万不要受到伤害等等 连浩哥 像最近你看英国脱欧 这个法国出现这个示威活动 德国难民潮 英法得欧洲的象征 这个为什么欧洲近些年 就是乱象频出 您觉得 哇 这个问题就很大 三辆马车都出事 对对对 那你要再往前的话 2019年开始 还有欧洲的债务危机 那就更多了 但是总而言真的就是 欧洲最近几年 确实是好像是非常的多的一些事情 总而言之就是 一方面本身政府的那种宽容 比方说像德国对难民的这种宽容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比方说欧洲长期来经济的不景气 再加上极右势力的不断的行风作浪 在一些国家极右势力上台 在意大利 在奥地利 在瑞士 在法国 都有很多的一些城市 议会都被极右翼的一些民族主义 那么议员或者是一些政客上位 所以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混合在一起 那么实际上最重要的还是 恐怕就是因为经济上的不景气 我们上来都发现 经济影响明星 直接是联动的 所以也赶快来看 对马克龙来讲 这次到底有多伤脑筋 交给王峰 是 面对着这样一场席卷全国的示威活动 大家可能都会想到2017年 2017年就是当年39岁的马克龙 刚刚上任当选为法国总统的时候 被寄予厚望 他本人也是非常希望有所作为 但是希望和奢望之间就是指使之遥 那么刚上台之后 我们看到马克龙就在改革 能够改革劳动法 希望能够给企业宗霸 但是惹来工会的抗议 另外他在财税体系的改革 也主要是希望给企业和富人减税 被冠以了富人总统的称号 尽管有很多骂名 但是马克龙始终在坚定地推行改革 他把他的矛头又指向了什么呢 指向了法国铁路 我们知道法国铁路连年亏损 但是政府的每年还是补贴140亿欧元 于是马克龙就向法体员工优厚的福利政策挥刀了 结果引来了法国铁路大罢工 法国还蔓延到了其他的公共服务领域 这也让今年三月份 法国陷入到了交通混乱 但是我们看到马克龙是不为所动 继续瞄准法国福利制度的改革 要硬闯到底 改革最后要看结果 结果怎么样 刚刚浩哥也说了 法国目前的失业率是9%到10% 而让很多普通民众觉得说 也都推行了这一系列的激进动作 我们似乎也没有从中获益 于是有失望之感 再加上近两年 马克龙的个人形象 也不像刚刚上台的时候 那么清新那么清明了 语言当中能够找到一些轻蔑的感觉 比如说有一位年轻人 在今年问他说 我找不到工作该怎么办 结果马克龙说 那你去对面的咖啡厅看看 有不少的工作机会 还有学生直呼他的名字 结果当面纠正说 你应该叫我总统先生 这样教训平民的一位总统先生 自然是没有办法得到大家喜爱 还特别喜欢在形象上花钱 听说他上任的前三个月 就花掉了2.6万欧元化妆费 于是民众就觉得他是一个高高在上 完全不识民间疾苦的一个形象 明月日积月累 再加上刚刚我们所说的燃油税 完全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棵稻草 就在今年11月底 黄北新浪潮当中的马克龙 还成立了一个气候最高不远溃 希望能够推动能源的转型计划 但现在看着示威浪潮的席卷 这样一位改革者或许站在了危险的边缘 此刻如果他选择低头 选择退让 不知道是否能够挽回民众的信任 好 谢谢王峰的一个整理 不过后果我们说 这个法国或欧洲媒体去看马克龙这些事 当他们都把一些尖锐的一些批评点 全部汇集到一块了之后 会不会模糊了 其实马克龙上任 他其实是推行一些 会带领法国甚至欧洲 较长远的计划这一部分 只能说他是不是太急了 其实你说是急吗 我倒不觉得马克龙的一些改革的一些设想 一些计划是太急 因为长期以来欧洲的国家 不光是法国 很多的欧洲的国家 包括德国 意大利 西班牙这些国家 也包括英国 长期以来就是成也福利 败也福利 然后很多的一些行业 长期以来是国家是包办的 比方说铁路 但是常年又亏损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它的结构上的长期的存在一些顾忌 一些顽疾 就没有办法去解决 任何人想要触动 动不了 就动不了 对吧 一动不动就罢工 然后动不动就上街游行 所以造成了改革者 他们是步履 国兵了 对 非常困难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总要有人站出来要推行 但是你面临的挑战就是什么呢 就是可能是各个行业的走上街头 各个行业的对你的不满 然后迫使你下台 甚至议会也不支持你 所以对欧洲的这些老牌的西方国家来讲 他们确实面临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问题 就是要么你就是没守成规 按照以前的做法继续走下去 但同时你看世界各国都在往前走 都在寻找新的推动经济的动力 你又保守 但是如果你要是想改革的话 你就必须要面对可能是这些大面积的这些反对的浪潮 那你怎么办呢 所以你刚才说的很对 就是马克龙到底下一步怎么样去做呢 对吧 是继续的往前走 做一个坚定的一个改革者 还是低头 妥协低头 对 但刚刚我们不是说了吗 看到说法国政府可能有机会会说暂停这个就是燃油税的上调 那是不是就说明要让步了 就是说明改革可能后悔 那肯定是让步 那肯定是让步了 因为他现在面临着就是一个难题 对吧 很多人就是上街去捣乱 所以怎么说呢 就是在这方面的话 我倒很欣赏默克尔 而且是德国的那种义政的那种成熟 对吧 你看德国很少有上街游行的 当然也不说没有 但是呢 出现暴力的情况就很少 为什么呢 就是德国一方面 他非常的注重这种社会的各个方面的一些意见 同时呢 他比较理性 而且呢 按照法律的程序来进行一步一步的这种改革 再加上默克尔本人 他的这个政治上的一些魅力 他的能力 他的这种游水各阶层的这样的一种能力 所以呢 造成了德国的社会的经济也好 政治也好 整个的 整个是比较稳定 但是呢 相对于其他的国家来讲 像意大利啊 法国啊 西班牙 动不动就闹分裂神旅 所以就非常的令人遗憾 对 所以为什么说全球舆论上 特别关注马克龙 他这一次的一个危机处理 其实主要呢 也是在关注的 在默克尔之后 欧洲的这个领导力核心 三架马车 到底要望向谁了 话题关注到这里 我们再来看 今日看点 我们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与巴拿马总统巴雷拉 三号在巴拿马总统府 举行了会谈 习近平强调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是中巴建立外交关系的 根本前提 以及两国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 那巴雷拉表示 希望巴拿马 成为连接中国与中美洲 以及拉美地区的门户与纽带 离开巴拿马之后 习近平将会展开对于葡萄牙的政治访问 看点呢 今天还要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社会上宣布了 说应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的邀请 朝鲜外务像李永浩呢 会在12月6号到8号呢 对中国进行访问 另外关注近日传出 美方对台湾出售F-35B战机意愿不高 让台军转而要求购买美军的F-16V战机 并且将会在今年年底之前 向美方提出腰架书 那么对此呢 台湾军方表示说 任何有助于空防的方案都会评估 但是否认年底提腰架书 我们还要看俄罗斯的联盟号载人飞船 从哈萨克斯坦航天发射场发射 并且在飞行大约6小时之后呢 与国际空间站成功对接 三名宇航员将会在国际空间站 展开6个半月的太空任务 这也是联盟号飞船 在10月发射失败之后 首次恢复载人任务 再来关注日本媒体报道 因苹果iPhone传感器零部件生产 转移到中国 夏普在日本裁券3000元外籍零事工 夏普早前将2018财年的销售额 预期下调2000亿日元 分析相信传感器工厂转移 正对夏普业绩产生影响 而12月4号是中国国家宪法日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在当天举行第26次检查开放日活动 展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最高节还邀请了部分法学院学生 一起参观座谈 并且观看检察机关 恢复重建40周年回顾展 全媒体大开讲 全方位视听盛宴等您来开启 拿起手机扫码关注官方微博微信 上客户端 掌握台前幕后一手资讯 打开微信摇一摇 进入电视识别功能 对着电视摇摇手机 探索互动新玩法 亮出您的独家观点 我们有话一起讲 全媒体大开讲的朋友们 今天如果注意到我的微博的话 已经看到我说地球人请注意 我们要一起来关注这个气候变迁 还要再行动 现在看到我们现场 我们的嘉宾已经立临现场了 也要让我们郑重地欢迎他 文明介绍 他是我们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周静峰博士 欢迎周博士 周博士 周博士还带这个绿色的logo 对 就是中国绿发会 简称这个机构的名称 而且我们知道 今天周博士真的是风尘仆仆 他中午才从北京飞机 抵达了香港 我们把他带进来 然后他这个节目 直播结束之后 他还要赶往波兰参加 非常重要的一个气候大会 跟我们的主题今天太契合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目前正在全球上演的 这个就是由美国前副总统 戈尔所发起的 24小时气候限时项目 在全球直播 我们当然也有中国一小时 那稍早之前 就在北京的凤凰中心举行了 对 我们也来回看一下 当时的片段 在这个现场呢 北京凤凰中心的现场呢 气候限时这个项目啊 其实到今年呢 已经进入到第八届了 那么每一年都有不同的主题 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呢 是守护地球家园 保护人类自己 着重探讨呢 气候危机如何威胁 全球的人类健康 也探索解决方案 那今天直播呢 是横跨全球24个地区 在北京时间4号的下午 所进行的这个 中国一小时环节当中呢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 特别代表谢振华 和美国前副总统戈尔 展开了对话 那戈尔也高度赞扬 中国近年来 在应对气候变化 过程当中的贡献 还有展现出来的 全球影响力和领导力 然后这个时间呢 我们也赶紧再回到 凤凰中心现场 北京新媒体中心的 严青在现场了 也带我们回看 并且掌握现场最新 严青 好的主播 由现实气候项目 主办的现实24小时 公益节目的 中国一小时的现场环节 已经全部结束了 那今年的主题呢 是守护地球家园 保护人类自己 在中国一小时的环节呢 是由格尔先生的中国篇演讲 作为开场的 在格尔先生的演讲中呢 他通过多项的数据 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了 中国现在所面临的 气候健康危机 同时也对于 中国面对这些问题 所积极寻求解决方法的 态度给予了很大的肯定 同时呢 在北京现场 这个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主席 艾陆明先生呢 也通过采访 向全世界展示了 中国政府 中国企业 以及民众 对气候问题的行动方案 和努力的方向 而在这个格尔先生 与中国气候变化 特别 中国气候变化事物 特别代表 这个谢振华先生 和中国环保工艺代表 马俊先生的对话中 我们也了解到了 这个中国在创建 打击气候问题的 很多举措 同时呢 我们也明白了说 这个各国在起草协议 落实公约 以及达成共识 等等项目上的重要性 而除此之外呢 在这个中国一小时中呢 在美国的洛杉矶现场 以及中国的北京现场 分别也邀请到了 演员吴建豪和歌手方大同 作为代表 来和观众网友 实时进行互动 那以上就是我们了解到的 北京现场的情况 好 我们谢谢延青的一个介绍 其实我们凤凰卫视主持人 马雪乔呢 稍早前也访问了这个格尔 他特别也提到 这个中国在行动 在政府与民间的一个实践 刚才呢 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 就是官民实践在行动 赶快要听听 周博士先生说法了 因为您说 接着就是看波兰气候大会了 那么这一场大会 都说是本年度 最重要的一次 那么怎么这么说呢 它不只是本年度最重要 它是在气候变化进程之中 一个很重要的节点 在2015年 巴黎会议之后呢 确定了方向和目标 那么这两年呢 再继续在细节上工作 今天10月份IPCC刚刚出台了报告 就把要争取到1.5度C 空温的具体的方案提出来 那么这次会议 就是落实细节的观点 如果能够落实 将起到根本性的作用 而且这次会议呢 有将近200多个国 将近200个国家的代表 有近2万人参加 人数也是空前的 是 那各方都在讨论 是落实的一些方案和细节 我不知道您此次前往波兰 主要带着什么样的任务 或者方案去的 中国政府是有很多计划了 在到2030年 要投资40多亿 40多万亿人民币 来解决 应对气候的变化 那么政府 企业 社会组织 科学界 都下了很大力 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组织 中国立法会 在这次会议上呢 有十几项活动 包括 我们和印度的地球政策机构呢 倡导全球高校 建立智慧校园网络 通过校园和学生的努力 来参与气候变化的应对 包括我们和 美洲政府兼政策研究中心 合作 进行一次谈判 希望跨地区的这种合作 推动气候变化和气候政策 包括我们和朝鲜 和印度 和非洲 几个 政府 不同地区 不同的政府 国家 进行多边的谈判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这次呢 要把中国的学生 小学生 向全球的倡议 带到这次峰会去 对 这个后面 他还会有细节 对 而且你看冲雨茶 他也在感慨 他说守护地球家园 这一杆大旗 他觉得中国也必须要扛起来 然后呢 还有网友向推偶吧 他说人类需要大自然 不能等到生态环境被毁到 无法修复 再去想补救 现在就要行动起来 就是从我自我做起 然后还有这个梦从春天开始 他也说了 他说地球啊 作为人类目前唯一的家园 每一个生活在这个地方上的人呢 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爱护好 保护好 虽然每一个人的力量微薄 但是点滴之处 我们都是可以做到的 然后还有上山热水 他也在感慨 他说保护地球气候的工作呢 赶不上气候变坏的速度 这就等一切都白做了 那么保护地球气候 不能只靠自决自愿 相关的国际组织 和每个发达国家 都必须要共同推进这项工作的 我们非常感动 全媒体大开讲的观众朋友 他们今天留言上都是一块 自己都非常地认真投入 而且知道呢 周博士要来呢 其实他们也有很多的心情呢 就想要更多一个理解 我们刚才也注意到这个国际圈 就是这次波兰大会上 您这里所领军的这个专家团队 我觉得在国际圈接轨上面 这一块呢 原来这个项目进行的有这么多 对 其实刚刚您特别谈到美国 美国既然已经退群了 为什么说美国的一些机构和组织 还会参与其中呢 刚刚您谈到 这个美国政府退群 对这个全球气候变化影响重大 因为它一下子打击了很多人的信心 打击了很多机构的信心 但是呢 气候变化 现在是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 科学家社会组织和政府的支持 中国政府在这项工作上 采取了强力的行动 那么再次提振了大家的信心 而美国科学界 公民界 企业界 有大量的有识知识 还是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 必须要参与努力的一个工作 这次的波兰大会 美国除了政府退群之外 美国各界的参加都非常多 到这民间社会组织有趣 对 所以我们说了这么多 关于这次波兰的这次大会 所以我们赶紧来了解一下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在波兰的卡托维斯举行 那么多个国家领袖 在会上表达气候转变 带来的不利影响 也是继续呼吁 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可不容怀 参与气候变化大会的多国领袖 在发言时各自概述 气候转变对他们国家的影响 呼吁应对气候变化可不容缓 有部分国家领袖则指出 巴黎气候协定的不足之处 原位协议没有在国际贸易 和知识产权领域 促进公平公众的制度 美国好莱坞动作影星 前加州州长施瓦辛格 也有参加系列会议 他开玩笑称 希望现实中真的能够成为终结者 回到过去阻止人类开发化石燃料 并抨击特朗普政府 对气候变化的立场 我们在互联维斯举行政策 但美国一般的国家 并没有从巴黎协议 只是国家政府 现在可以使用 因为如果是《监督》 我们会使用力 凤凰卫视 综合报道 这个时间过得很快 2015年当时在巴黎 通过巴黎气候协定 到2018年又在波兰 讨论落实的细节 三年过去了 时间也觉得越来越紧迫了 我们通过气候现实直播中的 一个短天 来了解一下这三年的历程 在2015年 而不是很足够的影响最強的影响 在國際上的疫情 所以在巴士上, 國際上決定要做和努力的發展每幾年 這帶我們到2018 然後去香港 讓世界領導會集中一次 而且有很多在此時 這次的 agenda includes 更加 ambitio的目標 而如何接觸他們 但現在的科學說 必須要動更高的 而是接吻雖然有很多人的想法, 但是委員會是從 2030 来將火星游降到1.5才會。 如果這次有很多人在線上, 是它是。 是的,幾個在政策上會不會接受。 但多數個世界受歡迎, 而且新加密國家和商人群, 也許多人都會一直打動 來越來越為 China。 大家好,我們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今天我們有機器來引起 更新的內容, 但我們要是必須在動作 在去年我们也参与的行动作为关注之后 我们真的要说调整温度这件事情的努力 真的是不能小看 这差异很大的 是 说这个1.5度还是2摄氏度 这个当中可能有一些学问 等会儿我再请这个就是博士来为我们做一个分析 包括这个目标 我们在三年的时间过程当中 您觉得是更加靠近还是有一些困难 难度在哪里 在大家在谈判的时候 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觉得达到降低两度这个目标 已经是几乎是很不可能了 很难了 所以设定的目标是两度 但是那些岛国 那些贫穷国家 那些很岸线的人民 提出非常强烈的抗议和要求 因为两度 这个很难达到目标将对地球带来 对于他们带来的是生死之交 所以他们在这个大会上做出的决定就是 我们要达到两度 但是我们要争取1.5度 所以就有一个两度和1.5度 那么根据大会的要求 联合国政府兼专家委员会又做了大量的工作 介入了大量的科学家 那么在十月份提出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就是我们如果想降到1.5度 控制在1.5度 那么需要做些什么 这个任务 从这个任务清单上看来是非常繁荣 非常不容易能达到的 但是这也就是这次会议的兼具的任务所在 我们希望能够为那些岛国 为全球的气候变化做这种努力 因为这个是生死之争 不是一般的问题 对 不是您提到这是生死之争 那么虽然之前目标定2度 现在是希望能够努力达到1.5度 那么仅仅是这0.5度之差 到底它的严重性是怎么去想 这0.5度就从大量的珊瑚死亡 变成几乎全部的珊瑚死亡 那么海洋底其生物如果消失了 那么随着它半生之后 整个食物多样性都会受到致命性的打击 除了海洋以外 那么陆地上的森林 它的这个荒漠化 暴风雨 那么我们今年迎来了山竹的这个台风 那么美国也有多次的龙卷风 带来大量的生命的 很多人在这个风 大风之中去死 在美国的大风丧生了很多人 那么在未来 那么这0.5度 它给这个大气云层之中增加的能量 那就是无数个原子弹的能量 它未来的引起的极端天气将会是更加显得的 你就听到这里呢 就会觉得极皮疙瘩都起来 对我们就真的是不能小看这个0.5度的这个努力跟这个影响 那刚才特别提到说 未来极端天气的气候会更多 我们去年看到有很多是罕见 历来首次 今年也有 同样的词又出来一次 所以您的意思是 明年跟未来可能还会有 对 我们会逐渐的适应这个现象 我们每一年都会有新的更高的数字出来 那所以面对着这样严峻的问题 我们是被动的选择适应 还是主动的去行动 回来之后或许我们要看一看中国在哪些行动方面走在前列 值得世界一起来学习和借鉴 稍后继续开启 媒体大开讲 全方位视听盛宴 等你来开启 拿起手机 扫码关注官方微博微信 下载客户端了解台前幕后一手的资讯 进入到微信摇一摇 选择电视识别功能 对着电视摇手机 一起探索互动的新玩法 亮出你的独家观点 我们有话一起讲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可以增加 64 million人在中国的水流流出 中国是最大的额度的额度 它们也成为世界的额度 在水流和水流 和在地域的措施和发展 和发展的发展 和发展的很多的 solutions 中国,像印度的 是在中国的额度 是在中国的额度 在中国的额度 在中国的额度 亿人们已经在中国的新的领域有职业务职业 结果这些努力 所以在中国的健康影响中的健康影响 是非常严重的 选择都能够出现 中国是很快的发展 像所有国家 中国必须做更多 但是中国是一个领导 在发展和发展的选择 对于核心灾业 我们从现象中 看执行力跟再行动的努力 周博士您刚刚也带我们了解到 原来在一场波兰的气候大会上面 我们已经端出了非常多的这些议题 而且是跟国际圈内合作 那么在近年来 这么样的一个与国际圈接轨的交流当中 咱们中国这里的执行力跟行动力上 彼此之间碰撞是怎么样 我拿数字来说 2005年到2020年 中国政府决定在单位做出承诺 在单位GDP产能降低它的能耗 这就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那么我们在今年做的报告 我们去年2017年已经完成了 在2005年相比同比下降了46% 那么我们对世界承诺的是什么呢 是到2020年降40%到45% 我们已经提前大幅度超额完成了我们的任务 那我们最近在联合国政府端性公约大会上 在罗马军罗大会上 都世界学者都在我们的这个跟我们交流之中都提出来 提出来中国的制度优势 中国的体制优势 中国现在能够集合起力量 做出大幅度的调整 不像美国 法国调整了就会有 又出了那么多乱 做大规模调整 来推动实践性气候变化这些政策 从人均 这个温室气体排放 中国还是远远的低于西方的 那么作为总量人多 所以它总量的排放变成了一个排放中心 但是中国在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这是政府层面 那么科学家层面 社会组织层面 包括像我们的这样组织 我们在过去的几年之中 在大量的拼命的在努力 在方方面面都集合力量 推动公众教育来参与环境的治理和气候的表 您刚才提到了教育这块 在教育上 我让您也有特别的一些倡导 包括说您要让中国的小学生的倡议 在国际舞台上被听到 在这些方面有哪些心得 对 我们觉得教育从娃娃抓起 从小学生 我昨天在中关村的一所小学 做了小学气候大会 我们就您也带来一些照片 跟我们分享这个场合上的一些情况 那也顺便继续说 说在那个场合上是有什么样的 让您惊艳的一些表现 中国的小学生对气候的问题 了解的是比世界上 我们也经常到国际上开会去参加一些 明显的多 而且中国的小学生不光是了解 而且他们行动 我们参观了小学的教室 他们用大量的废计物资做的一些玩具 做的一些宣传 做的一些招贴 效果非常好 那么小学生的行动 带动了家长 带动了周边社会 他们这还不完 他们还提出来要向全国要向全世界提出这样的号召 我们觉得很深受孤估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在中学 在大学 我们在全国一百多个大学的环保社团组织起来 分片区的 就在十一 我们在内蒙 在江苏 在海南 分片区的 照给大学生会 动员大学生 周老师 我打算一下 您说了这么多的成就 说了我们的一些好处 就是我们的一些制度优势 包括行动 但我们的痛点和困难是什么 如果要实现更大的成就来引领的话 这个技术 产业的革新创新 另外发展的需求 现在全球发展 中国特别因为人口的数量巨大 资源的有限 中国在发展上特别有需求 所以在这些方面 强烧是发展与保护 发展与环境 这个协调 我们面临的挑战和压力 是比世界其他国家还要更大一些 其实我今天我蛮感动 因为我们今天有非常多的网友 在面对气候问题 保护的问题上 他们都有自己的见解跟倡议 比如说吴邪 他也在倡议 他也觉得培养下一代的环保意识 非常的重要 也是推广 他觉得要推广 使用清洁能源 降低人口增长 培养简单环保的生活方式 他觉得或许对气候问题 是有所帮助的 还有我们的网友 叫博爱管的王吕 他说在气候问题上 他觉得应该少一点指责 而多一些合作 希望能够在碳排放标准 还有清洁能源等议题上 能以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合作心态 找到真正有效的出口 而不是互相的指责 吵吵闹闹 因为他觉得地球本是博爱管 只要地球人的那颗爱心还在 就能够找到 可持续发展的那一个平衡点了 对我们要先谢谢周静峰博士 带来很多的分享 其实一切一切的努力 来能够可持续性 并且永续发展的目标 而努力着 其实气候变化呢 离我们真的不远 对真的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 是接下来呢 我们通过一个片段 让我们一起再思考一下 更好的办法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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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think it adds up to a more dangerous and unhealthy planet for all of us? You're right! But here's the good news It doesn't have to be this way Today we can skip the dirty stuff and protect our health By powering our lives with affordable clean energy Best of all, a clear majority of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ant to do just that It's time to act After all, our health is in the balance The choice is clear Protect our planet Protect ourselves 未来的环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该怎样保护环境 在寇堂上孩子们也是脑洞大开 给出了非常多有趣的答案 如果每个人都保护环境的话 几百年的地球是非常漂亮的 什么花销呀都有 能有各种各样的垃圾堆在城市的路旁 喝完的饮料罐随地就扔了 就是随地不合堂 别人走着车就没起来的 往河里边扔开 不开车就能走的地方就走 我建议我爸以后买台电动车 购物是用布袋 以后不吸烟 往河里丢杯 费物尤其是那种颜料 就是不能再用那种煤炭了 节约能源 对人类有帮助 能源要节约 孩子们真棒 今天再次谢谢周金峰博士 做客全美与大开奖 祝福您的工作顺利 也再次谢谢地球人们 今天的收看关注 我们明天见了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